为什么总是进步慢 我想这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的问题 包括我自己 我也想进步快 我们投入了同样的时间 花了同样的精力 你会发现有些人就像做火箭一样 已经进步的看不到影了 那如何才能让自己进步呢 这个视频上屏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考到清华美院 整个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希望对你有启发 第一步咱就踏实一点 抽作也会吧 能比咱画得好的 我们都可以学 我们当时学跟着老师 他画什么我画什么 发现我会画这一根线了 高兴得不得了 第二天能画一个面了 画个色块了 第三天你用这个色块 能画个石膏了 行这就很好了 你不要给自己包袱 干就完了 你别今天讲 我刚一上来 线条还画不好 来给我来一幅完整的 看看这个大师的给我领一下 你行你上吧 好这是第一阶段 学完了之后 这个时候你觉得信心满满 可当你真正面对一些个 要你独立去完成作品的时候 你发现你做不来了 我感觉我用过的那些东西 怎么就不好使了呢 很恐慌 又没有人告诉我徘徊期该怎么破呀 他会进入到自我怀疑 最后的这个阶段 这个时间我们该关心一个事情叫做步骤 我特别感谢我的高中老师 他讲的是你去关心高手们的作画步骤 上一步和下一步该去如何操作 这个时候你要带着老子进来了 你要知道你的判断和高手的判断 看是否步骤上一致 这个点一下就感觉跟我任督二脉打通了 在这个过程里边 我们很多同学不去思考 因为我们最关心的 是他最后的画面的成品效果 这个东西很迷惑人 你也不知道他中间是铺了什么路 搭了什么桥 所以老师的这一个提醒 使我在这个阶段里面迅速的突围出来 核心点就在于我找到了高手每个作画步骤中间 我和他在思考上面的一些差别 我试着向他的这些步骤进行模拟和学习 其实就有效的把我的画面提升起来了 这个时间你不要太狂喜过望啊 需要重复再重复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可以去独立的完成一个我想画的作品了 因为每一个步骤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它是指导着我们很清晰的预判到下一步的效果 你说我找不见步骤怎么办呢 你能不能利用一下我们现在这么发达的网络呀 你见过那种的视频真的是元素教学的吗 我最担心的不是大家找不到这些素材 而是担心大家伙没有真正主动的带着脑子去跟着 这个过程里面是你来判断自己的步骤和高手的步骤之间 和大师的步骤之间是否有很大的差异 你要知道人家成为高手和大师 他不是没有理由的 一颗谦虚的心 狂可以狂 该学的时候还真就认真学 所以在这个阶段 追随着高手 追随着一切有效的这些步骤信息去进行突破 很开心 真的 你的徘徊器通过这个事情就会得到迅速的突破 我们就会迎来大家伙 喜闻乐见 普天同庆的猛掌期 这个事情谁不爱 猛掌期是一个什么概念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脑子天下地无所不能 真的就是会狂妄到这个程度 但是没办法真的是可以的 做什么事情都很顺 猛掌期实际上是指的是我们自己能够举一反三 它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我们能举一反三的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 或者是单类别的 你的熟练程度是可以的 你别天天飘着上天 一定要知道这个体系一定是要大于这个阶段性 或者是单门类的 什么叫体系 比如说我们画画这件事 首先你要解决行 对抓行起行行准这个事情 第一阶段我通过线条把它画出来 这算是一个阶段性的 那么我接着再往下一个阶段 上色阶段你要去解决的问题 现在掌握的一些方法可能用不上去 这个时候你可能又要回到了 现学信用再到徘徊期的又一次重复 我们再往下走 那还有最后的调整完成呢 三个阶段 你都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 当你能够抱着这样的一个学习的心态 去接受你的猛掌期的时候 你的猛掌期真的就可以一直涨下去 哪怕我们再回到了徘徊期 你也会有方法去突破它 大师其实也都是经历过这个阶段 至少是我本人过往的学习经历 我是通过这样的阶段成长起来的 实际上有一句话来做总结 这句话叫做只有系统的能力 才能解决多变的问题 当你了解了这个系统的时候 它在任何阶段出的问题 你都会特别的清楚 我的一个博士生朋友 博士毕业是需要在核心刊物上面 发表论文的 而这个挑战对于很多在读的博士而言 都是特别大的 他在读博的这个期间 我们都很担心他说你这个怎么两三年了 还没有写一篇对吧 他用了前三年的时间 对他自己所学的课程进行了系统性的学习 临近毕业的最后的那半年一次性发表了三篇 这个事情说明什么 正正说明了 在猛掌期里面 我们对系统的建立 是要始终关注的一个核心点 好 以上的这些 就是上评在进行学习的过程里面的一些心得 我也希望对现在正在入门学习 或者是进入到了徘徊期 希望对你有用 最后我用一句话和大家共勉 路虽远行则将至 事虽难作则必成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下期见 拜拜 拜拜